YO 各位观众来们带阿奥 这里是洛成 最近这几天洛成我熬夜爆肝 终于是把斗龙战士第一集的60集全部看完了 真的不是吹 这些经典的国漫是真的好看 一看就停不下来 由于时间有限 这期视频只能给大家简单谈一下 斗龙战士的剧情回忆和角色盘点 如果投逼过一千 那么我们再来吐槽一下 斗龙战士里面十二星龙的内鬼故事 他们真的就和天使一样的 在被黑王龙控制的时候 一个个都是二五载 放水放了一整条大海 但是到了将要为拯救世界而奉献的时候 释放出来的力量一个比一个强 让人不得不感慨 这十二星龙塑造的确实有一手 数量众多 但却有各自的特点 在剧情的推动上也是不可或缺 不得不佩服制作团队所做出的努力 那么吐槽就吐槽到这里 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把时间倒回到2011年 广州百亿动画紧跟时代潮流 在学习经典动画数码宝贝的基础上 开创了斗龙战士这么一个IP 关于斗龙战士抄袭这么一个话题 其实非常有意思 大家现在在B站搜斗龙战士 相关话题播放量最高的几个 居然都是在垂斗龙抄袭的话题 说实话 把时间放到现在 虽然可以说斗龙战士第一步的时候 BGM直接侵权了数码宝贝的音乐 但从整体框架上来说 斗龙绝对称不上是一个抄袭的动画 某些到了现在还带节奏的人也可以停停 但凡你是正常看了这两部动画的故事 你也不会觉得斗龙战士是在抄袭 但除开这个很荒谬的论调 网上有另一种论调说 斗龙战士的故事剧情质量在下滑 这其实是有道理的 斗龙的第一季和第二季 说实话做的真心不错 但从第三季开始真的是把我人看麻了 就是从这第三部开始让我从此气坑了 斗龙战士便再也没有看过 不知道当时的制作团队是怎么想的 把原本热血王道的冒险故事 一下子就转变成了轻松愉快的校园生活 说实话真的有种看幼儿教育篇的感觉 故事剧情也是变得支离破碎 看到我头皮发麻 本来从第一季到第二季 主角团就全部换了 就让我们非常遗憾了 但好歹第二季的故事和音乐也还很不错的 你到了这第三季真的是跟我开玩笑呢 主角第二部里面13岁 到了第三部里面反向生长 只剩11岁了 而且当时的3D效果也不尽人意 说实话你这3D还不如原本保持2D会更好看一点 说开动画 话说当年还有一个斗龙战士的网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这个网游也特别好玩 当初让我沉迷其中 连赛尔号都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上去玩 我还记得当时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连地图的野怪都打不过 呸呸呸 我这东扯一句西讲一句讲到哪里去了 回归故事剧情 在遥远的恐龙时代曾经有一枚巨大的陨石撞击了地球 其中庞大的能量场创造了一个裂缝空间 这就是我们的斗龙世界 在那远古时代 斗龙世界由四大神王龙守护着 但同样的黑暗的力量也逐步形成 贯穿整机的boss黑王龙几乎将半个斗龙世界毁灭 直到四大神王龙献机力量创造出四大神圣兵器 最终封印了黑王龙 而伴随的时间线来到我们的现代 我们的六位主人公 依次得到了拯救世界的玲珑袋 成为了斗龙战士 最终开始冒险 结识伙伴 经过历练 打败黑王龙的故事 故事的整体篇章 按照模糊六臂螳螂大佬的分类 一到六集为引入片 大致介绍故事的背景 七到十五集为过渡片 初步介绍斗龙世界的生态情况 以及主角团提升之战斗龙的等级 这里补充一下 这部动画的等级划风是 宝贝龙 战斗龙 斗龙王 以及终极斗龙王 就像是玄幻小说的画风一样 低阶段的斗龙 很难战胜高阶段的敌人 俗话说得好 黑化强三倍 主角团这边到了后期 经常还是斗龙王 打不过人家战斗龙 只不过设定上解释也倒说得过去 毕竟反派是通过黑王龙强化自身 会得到极大的黑暗力量提升 就相当于是主角团前期 就开始挑战黑王龙的部分力量 难打反而才是正常的 而到了16-26集 十二星龙片 故事从射手星龙和天蝎星龙 互相内讧开始 一直到玄之迷宫中 同伴们再次见面为结尾 这一部分中 主角团们分散四线叙事 是比较考验编剧的故事能力的 这一部分是新龙塔篇章 讲述了丘比和米拉斗龙王进化的过程 而后半部分则是主角团一同对付黑王龙复活的事件 当然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失败的 不然这部动画就提前大结局了 这也是引出了第45-52集 《大战黑王龙》篇章 此时的黑王龙 已经比数千年前被封印的时候 还要强上了许多 即使主角团的大家 拥有着不输当年四大圣龙的实力 以及四大神器 但最终依旧不是黑王龙的对手 这个部分 黑王龙的压迫感真的特别大 战局就完全是一边倒 大家基本上没打出什么优势 然后黑王龙这边也是反派经典操作 顺风不浪世人 把主角团分别困入了黑暗世界 让他们去面对六大光柱 他真的我哭死 黑王龙老师简直和凯多老师一样体贴 嫌主角还不够厉害 就让他们历练一番 成为终极斗龙王之后 在六打一最终把他封印了 这么体贴的反派也是没谁了 说完了故事剧情 再谈谈第一部的人物塑造 第一部的主人公 虽然相比于后续的主角 登场级数相对较少 但人物的形象塑造其实是很优秀的 角色的成长也非常鲜明 先从杨天乐和欧阳林开始说起 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经典的红蓝CP 用着相反的性格 天乐和搭档达利谷 天真开朗直爽豁达 象征着团队的勇气 而欧阳林则是因为小时候的贪玩 导致了哥哥欧阳坤遭遇车祸 下半身瘫痪 从此被人孤立性格变得孤僻 虽然外表冷漠 但内心对于朋友和家人非常关心 这两人表面上的关系和第二代的 骆小易凯峰的关系完全没得比 一见面就吵架 水火不容的样子 过了几十集才有所缓解 只不过前期欧阳林的人物塑造 确实比较高傲 让当年的我有点小讨厌 话说就是你这个臭小子 天天玩赚笔 骗着我当年也去买了一个 花了我十几块钱 笑死根本玩不来 然后是汪美涵和安小达 他们本身性格上的缺陷比较明显 一个害怕孤单 一个胆子很小 但好在两人的搭档 卡布和穆拉多 真的在性格上非常合适 双方互相补全 也是在后续的冒险故事中 改变了原有的缺陷 这里提一嘴 穆拉多是我最喜欢的宝贝龙 信任同伴 调皮可爱 天天嘴巴上叼着个棒棒糖 真的是我理想中的斗龙 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喜欢哪个斗龙呢 可以打在弹幕上 我们互相分享一下 只不过我比较好奇 小达出发的时候 到底带了多少根棒棒糖 怎么一季结束了还没有吃完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最后则是我们的欧阳坤和陆紫元两个人 这两个人比较特殊 详细提及 欧阳坤因为当年的车祸 导致了拴腿残疾 只能待在轮椅上 也因此不能进入斗龙世界 这个角色的设计就特别巧妙 一方面是戴亚的引路人 指引着斗龙战士们不断进步 另一方面是欧阳林的哥哥 在帮助他成长 协助欧阳林走出黑暗的过去 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方面则是 他是丘比的主人 那丘比的人物塑造 真的是让人难受得不得了 大家都有伙伴陪在身边 就他一个人孤孤单单面对黑暗 当初看斗龙战士的时候 真的太心疼丘比了 那种没有搭档陪在身边 然后黑暗势力还一直诋毁 他的那种绝望感 不得不说 这剧本写的是真的好 最后这是我们的白毛控 美少女启蒙陆子元 他才九岁啊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身上的那种成熟稳健 就特别吸引我 由于他和弟弟陆子涛 是从小在孤儿院相依为命 一起长大的 两人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所以当黑网龙利用他弟弟 胁迫陆子元为他效力的时候 我们的子元也是不得不答应 那么作为最早来到 斗龙世界的斗龙战士 他的实力在前期 真的是一记绝成 搭档米拉一出场 就能变成战斗龙形态 而且同样形态下 以少甚多也完全没有问题 真不愧是我的二次元老婆 总结一下这期视频 就单从第一部斗龙战士来看 这部动画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侵权问题 但绝对算不上抄袭那么恶劣 故事不论从剧情上 还是从人物塑造上来看 制作团队都非常有想法 每个人物的定位 性格 区分度都很高 每个角色 都有他应该所存在的价值 这才是一部优秀动画 理应做到的成果 不论某些营销号 怎么去诋毁这部作品 都不可否认的是 斗龙战士真的是一部 很优秀的童年佳作 也是非常感谢 白翼动画制作团队的创作 希望大家也能把感谢 打在公屏上 那么这期视频篇幅有限 只能带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想看 更多斗龙战士的盘点 千万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投币过一千 继续给他带来更多的斗龙盘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